那么这个地方啊 道立天宫这里啊 是告诉你 它已经开始摸索要进入了 这个叫什么 叫十柱平 柱是解的意思 这个解啊 华严经啊 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我们讲小圣教 大圣教 一圣教 的解法 它分有十个位置 所以从中的立场分小圣 大圣一和圣 从今的立场就分有十个阶段 触发心柱 至地柱 修行柱 这三个啊 是小圣的 为什么叫小圣 它基础嘛 所以你修行 你使命的做功课 用入道要方 把它向前转移过来 入菩提道以后 第一个你就修这三个 触发心柱啊 是要布施啊 至地柱啊 是戒跟律啊 修行柱啊 是耐烦啊 这个是修行人的三个基本条件 你这三个没弄好 你怎么修啊 布施 持戒 忍 忍至波罗蜜 这三个你弄不好 你怎么修 身柜柱 具足方便柱 正心柱 这是大圣的 精进 禅定 波罗 波罗蜜 是大圣的 不退柱 童真柱 法王子柱 灌顶柱 这个解啊 是一佛圣的 华人的叛教 它是 箭盾圆 十柱是箭 十行是盾 十回向是圆 这圆教以后要修的 其实就是十地位 十地位里头啊 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七地以前 叫登地位 八地以后 叫大人位 经文啊 从我们现代的立场来看 它是有现代的意义 现代的意义 你不能否认过去的意义 过去在过去的环境时空里 它的那个解释法 适合于那个世界用 我们这个世界 要用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 法院的叛教 其实是两重三教观 画法跟画仪 箭盾圆三教观 那箭教分三 小圣大圣一佛圣 华人精是指一佛圣 跟小圣它就基础 大圣就是运用 一佛圣是圆满 它的次第会讲得很清楚 前半段跟你谈的 是指这个刀立天宫 须敏山顶的这个位次的重要 那这个重要 为什么在刀立天宫在酝酿 它在适行适修啊 就要解这十个嘛 你相信转移之前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使命的干活 身份要尽责 工作要尽力 其他时间不打妄想 完全投入正念里面 然后就进入菩提道啊 进入菩提道啊 佛法人生宇宙是什么 好 开始结 结就有小圣大圣一佛圣的 这种次第啊 就讲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就直接从十柱品下手 跟你讲不可能 你会变成求知型的 你不是真正的修行人 那我今天结了 结了没用 所以很多人讲 我要先有成就我才能度众生 我说你去死啊 你要怎么成就 哪个不想赶快成就啊 先把你要追求的阿妮多罗三百三菩提 弄懂了 不是懂 你要感受到 有那个东西的存在 爬山好 凤凰山顶去吧 你说一辈子 你已经说了几百辈子啊 你还没上过山顶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不行嘛 你只是要讲而已啊 你一定要先做向线转移 假如菩萨问明品都没读 你会向线转移 也会 那是外道 因为你不懂的本原论是什么 你不可能止于至善 不可能知直而后有定 你只是有一种个人的私心的目标 知道吗 那个私心的目标啊 也会帮你成就 成就的是外道